你好 我是李莫雅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闹钟新闻 在美国钓鱼捕螃蟹都需要执照 美国政府如果不准捕捞 就必须遵守 否则小心受罚 最近有名亚裔渔民在海洋保护区 非法捕捞250多只邓金斯蟹 这个海洋保护区是蓝金和坐头金 迁徙的重要栖息地 不开放商业补蟹活动 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接获投诉 果然在海洋保护区发现了92个补蟹的陷阱 因为标签上印有许可证号码 这名渔民的身份很快就被锁定 这个渔民在两年前拿到了渔业部的补蟹许可证 允许他在捕鱼季节最多可以使用250个陷阱 他说他并不知道原来有许可证 并不代表他就可以到处补蟹 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提到 这是旧金山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非法补蟹活动 也是加州海洋保护区内最大规模的非法商业捕捞事件 260只被非法捕捞的邓金丝蟹都被放回大海 这个渔民去年在旧金山港口出售邓金丝蟹的非法所得超过6万多美元 现在他可能将会面临高达91万美元的罚款 新闻继续要提供给您 最近买草莓要小心 联邦时评级药物管理局FDA 紧急召回市面上的有机草莓 警告民众 草莓可能被假型肝炎病毒污染了 吃了遭到污染的草莓可能会致命 最近在加州 米尼苏打州 加拿大都传出了相关病例 患者都吃了Fresh Campo或者是HEB品牌的有机草莓 遭到污染的草莓品牌 在 Aldi Sprout 还有Trader Joe Winkle Food Walmart等多家大型超市都有翻售 您如果曾经在今年的3月5号到4月25号之间 买过草莓 放在家里的冰箱冷冻库还没有食用的话 应该要立刻丢弃 如果不确定草莓的品牌 或者是不确定自己在哪里买的草莓 也应该丢弃 吃下了遭到假型肝炎污染的食物和有饮用水 会出现疲劳 恶心 呕吐 腹痛 黄胆的症状 尿色深 有发白的排泄物 6岁以下的儿童感染可能没有症状 感染者通常会在一到两周内完全康复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也可能会演变成慢性肝炎 最后因为肝功能衰竭导致死亡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